今天年初二,大家抖了多少钱利是? 封城不封城?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收藏 相信大家都很感恩有利是这家人 否则,我们的童年会淒惨很多 但你又知道利是怎么来的? 很明显,比利是这个传统 绝对不会是父母自发形成的 当然是,你平时博嘴又不做家务 为什么突然给你钱? 你不用,你不止还给其他小孩 喂,是什么?是父母? 在传说当中,比利是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相传以前有一只妖怪的名字叫碎 普通话读,碎 这只碎,最喜欢的就是年三十晚 偷偷潜入那些年轻人的房子里摸他们的额头 摸完之后,这个小孩就会大哭 哭一会之后,他就会发烧 正在发烧了 再烧一会,他就会变成傻子了 好了,滚下去 然后有一对夫妇就发现了 原来这一只谁最害怕的是铜钱 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 这对夫妇就会给一串铜钱自己的子女 慢慢其他家里也跟着效仿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所以,为什么北方又会叫利是做 亚衰潜? 其实就是由亚衰潜变过来的 而第二个版本就是 相传宋神忠当年有一个大神 他的儿子就被人标了心 谁知道途中日遇到了宋神忠的打架 行了,走吧 那你知道的了 人仔小小被人标心 就肯定惊吓过度 那便会有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啊 幸好宋神忠想到一个好选择 就是立刻给钱这个年轻 那他心情就会好很多 慢慢这个压金钱就变成压岁钱了 行了,走吧 虽然宋神忠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皇帝 但是通过这一点我完全觉得 他是一个明君 多洞察人性啊 在那个年代就已经知道 钱是可以为人带来安全感的 怕什么?有钱也不怕的 难怪我最近有些云不守舍 怕惊惊惊惊惊的 原来因为没钱 前至今日这条道理都行的 你和你女朋友吵架 无论发什么表情、发什么情话 都不及一个微信红包那么有用 快点记下它 今年还没发微信红包给女朋友的 快点补获吧 而第三个版本就比较有文化底蕴 就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瑜伽经典礼记就已经记载了 孟春时节 腾兴思惟 哈及少闻 兴思遂行 无有不当 翻译过来就是 过年了 有钱佬要派钱 各位朋友 新年快乐 派一派一派就变成了传统了 其实有很多传统习族 并不是一定要传承下去的 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 斗礼士这一件事理所当然 多点了解 再多点发扬我们的传统习族才常做常有 听不明白吗 即是说 礼士是包含了掌辈们对我们的祝福 所以斗礼士之后 我们都要向掌辈表达感谢 再说白点 即是你斗礼士的时候 记得多说几句好听的话 那些掌辈派礼士才觉得派得值 下一年才会封封大一点的给你 福禄受常载 你我美满前途 福禄受常载 一只二只 冷泪乎不上币 一个拖个 一个妆都没化好 不要化了 你说你们啊 看看吧 会期十万以上的点击 得我鸡水这么多点赞 你说 抵不抵骂 惨不惨愧 对咯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 就点个赞咯 对咯 喜欢我的 就点个赞咯